这是1937年的日本街头,三个贵妇穿着狐皮大衣,正在散步,当时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是7、80日元,而这样的衣服,要1500日元一件。 这一年的日本,可以说是如日中天,发动了全面清华战争,很快占领了上海、南京,整个日本陷入狂喜与狂热之中。 下面,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情形,我们知道,七七事变之所以发生在7月7日,其实是有点偶然的,但日本扩大侵华,却是早有预谋的,这张照片后面那栋楼的右边,就挂着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条幅。 而这件事,正是从1937年开始的,侵略的扩大导致争兵不断增多,后面那些携有报国之类自演的条幅,正是他们狂热的见证。 1937年11月11日,大阪南波神社的出征祈祷,日本民众举着太阳席,家道欢送第41连队,前往侵略中国的战场。 日军占领南京后,一家理发店门口挂出,驻南京陷落的条幅,东京人在日比谷公园庆祝占领南京,而32年间的日俄战争,因为没有从俄国割到土地,得到赔偿,狂热的日本人在日比谷公园及周边打砸响烧,最终被判刑着有几百人,进国神社前庆祝的人群,然而,他们的狂热,导致了下途这样的后果。 不断有人战死,不断有人失去丈夫,儿子,战争初期,尚可把战死者的骨灰送回来,随着时间的推移,死的人越来越多,就只有埋捕一国他乡的以外,而这,当然都是侵略者的报应。 本文照片,来源网络,若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